即将为大家带来的是第一场国产两岁纯续码系列常规赛 雄居赛1200米的比赛亮相环节 那本场比赛的正点开赛时间是北京时间的下午2点钟 那原定是11批赛居初赛 那么现在7号码游泳有盟因商退赛 所以说一共是10批码参赛 所有参赛的赛居呢全部都是攻码 分别为1号码才华横溢 2号码燕春精英 3号码大满贯 4号码西域西池 5号码大鱼未来 6号码龙胜四海 8号码杀地战士 9号码终胜宏图 10号码合力风采 以及11号码燕春闪电 好第一场国产两岁纯续码系列常规赛 雄居赛1200米的比赛马匹亮相开始 首先画面中间我们看到的是 11号码才华横溢 来自中国的两岁绿色宫码 骑师李方格 练马师四日古愣 马主师御龙马业 腹磅56公斤位于10号闸 2号码燕春精英 来自中国的两岁赫溜色宫码 骑师阿丽泰 练马师 罗仙科 马主师赵春 腹磅56公斤位于9号闸 3号码大满贯来自中国的两岁溜色宫码 骑师何显飞 念马师 牛文广 马主师苏建辉 腹磅56公斤位于2号闸 4号码西域西池来自中国的两岁溜色宫码 骑师马连凯 炼马师张明亮 马主赵文生 腹磅56公斤位于5号闸 接下来是5号码大鱼蔚来自中国的两岁溜色宫码 骑师敖白云 练马师 牛文广 马主师傅永斌 腹磅56公斤位于4号闸 接下来看到的是6号马龙胜四海 来自中国的两岁溜色宫码 骑师黎荣昌 练马师 黎荣昌 马主马赫 腹磅56公斤位于7号闸 8号马沙地战士 来自中国的两岁溜色宫码 骑师赵仙刚 练马师何祥寿 马主师御龙马业 腹磅56公斤位于8号闸 接下来是9号码 中胜宏图 来自中国的两岁溜色宫码 骑师穆哈塔 练马师周寒 马主赵战吉 腹磅56公斤位于3号闸 我们看一下10号码 合力风采 来自中国的两岁贺溜色宫码 骑师陆江峰 练马师温良生 马主合力马业 腹磅56公斤位于1号闸 接下来是11号码验春闪电 来自中国的两岁贺溜色宫码 骑师初一 练马师董春宏 马主是赵春 腹磅56公斤位于11号闸 比赛开始了 所有的马匹都应声弹出 没有马匹慢闸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目前排在本场比赛第一位的是 4号码西域西池 所有的马匹基本上是没有掉队 看到了2号码验春精英上来了 我们现在所有的马匹5匹马 基本上是一个并驾齐驱的状态 大家旁边的是11号码验春散电 还有3号码大满贯 5号码大鱼未来 4号码西域西池 这些码呢已经是稳步的向前 处于了一个并驾齐驱的状态 我们目前来看一下 马匹已经过到了第一个弯道 现在是5匹马的一个 依旧是并驾齐驱啊 意见是看不出来谁能够往前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来看到 本场奔丧第一位的就是1号码 才华横溢现在是稍稍的领先了 一个小码头的优势 马匹已经开始向最后的第二个弯道 做最后的冲刺 我们来看一下究竟谁能够率先的 过到最后的一个弯道 现在我们来看到 位于内栏的是3号码 首次上赛的大满贯 然后呢在旁边看到的是 8号码杀地战士 再往后一点点呢 是相差半个码位的 11号码才华横溢 最后的大概是200米 所有的马匹开始做直线冲刺了 8号码杀地战士已经冲了上来 那么看到外篮超出了一匹码 就是4号码 来自东西码房的西域西区 已经领先了大概是半个码位 领先了半个码位 率先冲过了比赛终点 接下来是8号码 来自庞里车的孩子 好我们来公布一下本场比赛的一个成绩 首先是1号 第一名西域西池 骑士马连凯 练马师张明亮 马主是赵文生 他的最终成绩是1分20秒32 第二名杀地战士 骑士赵新刚 练马师何祥寿 马主是玉龙马夜 他的最终成绩是1分20秒69 第三名才华横溢 骑士李方格 练马师四日古冷 马主是玉龙马夜 他的最终成绩是1分20秒88 让我们恭喜获得前三名的 马主练马师 骑士还有马匹